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总统梦德还有他曾经举办Crazy Friday在网络声明大造的林一峰也带着100万支票 不过因为超过5点半最后时间没有登记 不过中选会从13号开放登记开始 5天总共来了50人8组人申请 其中竟然还有10大枪击要犯 蓝幸喜在38年前犯下虎山双尸命案判19年 出狱后一度因为资格不符被中选会驳回参选总统 过了4年他又再宣布要选总统 最后没达到法定联署人数被没收保证金 事务上曾经闭关为台湾年初时他还在国道抢救一只鸡 这回他亲自出马选总统 本名黄多玉59岁 是来自韩国的华侨 他打算要用六字新法为台湾拼经纪 现在八组人马全都完成登记也缴了保证金 接下来要在45天内完成法定联署人数 才是真的晋级拿到2020总统参选门票 三菱新闻台北最后报道